大家好,我是依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奶香小馒头的做法 一次成型,不用二次醒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煮30-40分钟,明显鼓起即可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凉水下锅,水开后蒸6分钟即可出锅 不需要关火焖几分钟,这个小馒头个头小不会回刷 咱们的奶香小馒头就做好了 盆松松软,快速回糖 细腻可口,还有浓浓的奶香味 一口一个,孩子特别喜欢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,在家也试一试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,请点击视频下方 添加关注和转发,咱们下期视频见 这奶香馒头好吃吗 好甜 你喜欢吃甜的,喜欢吃没有味道的 甜的 你这能吃几个 这一盘 我们下期zäh热感 你多知火 一看到